这就是街舞第五季即将开播,队长阵容早已官宣,王一博,韩庚回归,刘雨昕,李承炫加盟,除此之外,大师团叙事待发,作为前四季的佼佼者,他们也能给第五季的年轻选手一些帮助。 就是街舞第二季就参加比赛,并且加入了韩庚战队,这就是街舞第二季,涌现了很多优秀的编舞师,于衍林,十一等人都很优秀,马晓龙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,他的作品惊艳四作,而他也被大家尊称为马师,这就是街舞第三季节目播出,马晓龙并没有参赛,黄霄在节目中大放光彩,从单轻到双,黄霄用编舞展现才华,借助这档节目, 认识了他的双人舞搭档乔治,两人也被大家称为萧桥流水组合,这就是街舞第四季,马晓龙以琴,棋,书,画,为主题编排作品,每一支作品都获得高分,每一支作品都值得观众回味,黄霄同样参加了第四季,他跟乔治,朱洁静合作的霸王别姬,也是一支不可多得的舞蹈作品,这就是街舞第五季新增年龄限制,再加上黄霄,马晓龙多次参赛, 两人就以大师团成员身份加盟节目,第五季的参赛选手都非常年轻,但是节目并不缺乏街舞大神,例如黄霄,马晓龙的队友,Hello Dance昂昂就配得上大神称号,马晓龙是编舞奇才,昂昂就是编舞鬼才,他参加过热血街舞团,舞蹈风暴第二季等多档舞蹈节目,昂昂参加热血街舞团,作为一名编舞师, 他过五关斩六将进入十强,同样进入十强的,还有公孙吴明,冯正,大饼,苏略雅,杨凯,阿K以及杨雨婷等人,看过这,就是街舞第二季,第三季的观众都知道,冯正,公孙吴明,杨凯,阿K等人都是街舞大神,冯正出场就被视为冠军争夺者,阿K进入过总决赛,杨凯则拿到了第三季的冠军, 黄霄,马晓龙,以大师团成员加盟,昂昂作为选手参加比赛,这并不是让昂昂成为关系户,而是通过黄霄,马晓龙的介绍,观众能够更快了解昂昂的才华,能够尽早欣赏到昂昂舞蹈的魅力。